马斯不易,大白,大白会持续给您奉上你关注的话题,关注大白,从此投资不迷路,今日开盘受大为影响,低开下探,中石油中学化秀的原油下跌影响开盘大跌,指数一拨下探后,券商股股海证券风四涨停,直接带动券商板块,拉动指数,再次把指数拉到红盘附近,个股跟随意愿不强, 涨幅超过2%的股票不到300加,着预先气涨平潮的可资源概念股,以及低价股今日开盘大幅度低开,多指个股在跌停价格附近,板块热跌方面只有券商和银行股红盘拉升指数,其他个股难以形成板块效应,一直以来投资者走购病的指数不跌,个股跌,今日再次上演,指数可以在大盘来筹, 的拉升下心心向荣,个股却被资金抛弃,默默的硬跌不止,虽然指数从最低点反弹至今接近200点,但是经历昨天的下跌和今日的震荡,多指个股已经再次回到了起涨原点,神秘的护盘资金每个关键时刻就会出来拉升指数,大家觉得这样的护盘对A股 是有利还有有害呢?大白觉得又带指数的权容股去拉升指数,造成指数不跌个股跌的假象,是导致A股迟迟不能见到市场底,来一波短盘的主要原因,拉升指数的个股在拉升一段时间后,也会成为接下来砸盘的主力。 拉升指数的过程,个股担心资金分流,造成资金不敢进场,而当拉升指数的个股下跌市场内资金,也担心个股下跌而选择疯狂出逃,恶性循环导致A股底部迟迟不能到来,也间接导致小盘股持续沙跌,质压平仓风险个股急剧增加的原因。 一个成熟的市场指数的走势是投资者自己决定的,买买自由是这个市场的基本准则,利用资金优势拉抬指数,这样是不利于大盘良性发展的。 市场出现两个大阳线是对F4喊话的欢迎,无奈投资者需要看到了的是实质性的改变。 新股发行,大小费解禁,质压平仓风险,三座大山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,仅仅靠取消印花税的创文来支撑市场的反弹。 市场是走不远的,如果A股想迎来春天,那么必须要有刮骨疗伤的气概,彻底解决这个重融资金投资的市场环境。 把投资者当韭菜谁都想来割一宝的现象继续存在的话,投资者都会心寒的,这个市场的人气也会继续持续降低的。 马斯不易,期待你关注大白,大白会持续奉上你喜欢的文章,从此炒股不迷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